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客战上上面带有透视仿式和透视亮度调整的网络流媒体应用叫Special TV 本质上它是个主打看视频的浏览器 它跟之前大家看到过的Luminum浏览器很像 但是因为窗口界面比Luminum要美观一点 我就拿它来当演示案例了 你可以再使用Special TV直打访问各大在线视频流媒体网站 观看时能够调整透视亮度 让你在白天的透视下也有黑乎乎的影院模式 同时它也可以让视频对真实世界的墙面产生照明反射效果 另外的亮点就是它的浏览器页面有着3840x2160分辨率的超级采样清晰度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体验一下 好我们现在在透视模式下直接打开这个Special TV 它就是直接无份启动不会有那种黑屏过渡 打开之后就是这样一个非常简洁的浏览器窗口 用扳机键按住底部的横条 前后拖动就可以控制它的远近 右下角的这个弧圈选动之后 前后拖动就可以控制它的一个大小 浏览器的右边是它的这个透视亮度的调整 浏览器的左边呢就是一个快捷的标签 我们可以在预设的这些网址标签中直接切换 但是这个应用暂时不支持多窗口啊 你只能一个一个覆盖掉 同时目前它的这个书签添加功能还不够往上 否则我们自己输入这个bilibili网站之后 原则上我们可以把它添加为这个书签 然后在左边这个快捷栏把它给覆盖掉 但是现在还不行 因为左边都是国外的网站 我们要看国内的流媒体网站的话 就直接在这个浏览器的地址导航栏输入网址就行了 这个应用的一大特色啊 就是它的这个浏览器界面的文字非常非常清楚 它远远会比这个Quest的官方浏览器的那个文字清晰度高得多 我现在离这个屏幕近一点给大家感受一下 这个文字真的非常非常锐 锐如刀割的那种锐 而且这个文字是远远清晰锐利过这个视频 尤其是咱们国内的视频网站都是假1080p的情况下 就更显出这个文字的清晰了 现在我在油管上打开一个视频播放一下 在这个浏览器里面看油管视频 它跟官方的浏览器是一样的 都是支持8K分辨率的 好 我现在把这个视频给全屏化 大家看一下它这个右边的这个透视亮度条的变化 它会自动缩小到一半 大家应该都有看过Version Pro在透视模式下播放视频的效果吧 它的这个整体亮度就会自动按下来 那现在这个应用也完成了类似的效果 当然你也可以完全手动自己把它从最亮的透视亮度调整到完全没有亮度 就相当于就直接开启了这个黑夜模式嘛 就直接在一个无尽的黑暗的环境里面去看这个视频 其实我一直觉得困在上面一些本地视频播放器 都应该在第一时间添加这个调整透视亮度的功能 但是直到现在这些本地视频播放器都没有添加这个功能 可以说这就是一个典型的 当一个平台推出新的功能之后 开发者的一种奇盾 那接下来就是这个应用的仿射效果的开启 我们直接按下左手柄的菜单 就会出现一个选项 点击一下 它就会显示启动 大家要注意的是 要实现这个仿射效果 它必须要你的Q3去读取空间扫描的数据 我现在把这个画面清换成动画视频会更直观一点 我把窗口挪到墙边 你就可以看到视频播放的仿射的效果 就能投到这个墙面上 当然你想看到这个仿射效果 肯定是要把这个透视亮度调到比较低的一个状态 其实它的这个仿射效果是比较投机取巧的 它并没有真正的把这个仿射的光 投到你现实的墙面上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我们可以先做一个实验 现在呢是开着日光灯的情况下 我把灯关了之后 你就会意识到 为什么它需要这个空间扫描数据 我现在把这个窗口往天花板去挪 我在天花板上本来有个灯的 但是其实你看不到我的灯 同理我把这个窗口往右边挪 我右边本来有个黑色的架子 那么透过这个光 它照射不到我的这个黑色的架子 因为当我现在把灯关掉之后 它其实现在呈现的是类似于 VR模式的一个空间 你所看到这个墙并不是真实的墙 它是我们扫描这个网格之后 所呈现的一个白模 一个没有任何贴图的一个白模空间 刚好每一面 它的这个白模是跟真实的墙体 是吻合在一起的 光实际上是投射到了这个白模上面 并没有真实的投射到这个现实的墙体上面 所以你的房间里面如果有一个桌面 你的浏览器你甚至都不是一个本地视频播放器 所以我觉得咱们国内的一些开发者 你要么做一个本地视频播放器 完全覆盖它的这个功能 或者你也做一个类似的浏览器出来 当它的一些周边功能比它们两个都更加的完善 然后再去卖一个两美元三美元 我觉得完全比这两个会更有价值 有空余时间 同时有能力的这个开发者朋友们 不妨考虑一下这个事情 OK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是不等待VR成熟 陪着VR成熟 LoninVR走一圈 如果你也是对VR相关感兴趣 欢迎加入我们的玩家教育社群和频道 最后别忘了给我点赞投币转发三连 那么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